熟山劍合转 第35回 密室困坤伦 艳艳红霞 飞劍惊芒寒固胆 蟬林逢二教 莫莫黄霧 迅雷忽阵散妖婚 石玉珠听去以音甚熟 借劍光一看 果是了一 便问他怎能知道自己在此 妖一道 外面来了不少娥微派的劍仙 我们这边人已死了好几个 现在已不及细数根由 快随我逃出去再说罢 石玉珠听说出了变故 不及再问长情 当下了一在前 石玉珠在后 刚走到暗月门口 忽地暗中飞来一个黑球 溜一喊声 不好 将头一偏 正打在他肩头上 觉得湿呼呼的 淺了一念 闻着有些血腥气 好似打进来的是个人头 行起并未受伤 石玉珠因在暗处 免受了暗算 当下新剑合一 从洞中飞身出来 溜一也飞起见光 出了暗月 二人才得把脚站定 忽见前面一房 突然站定一个小和尚 月光底下看去好生面熟 只见那小和尚 原来是你 在一房 业已终即不见 石玉珠见那小和尚来去突日 好生奇怪 便问了一指中光景 溜一答道 色彩我从你仿外出来 对面便遇见那个小灵猴柳中潜朝我冷笑 他随即往你窗下走去 我正要抢到前头与你送信 忽然后面有人咳嗽一声 我回头看时 正是那龙飞和苏联柳燕娘三人在我身后立定 他带着满脸空横 朝我警告道 你要多管闲事 忽想活命 我只得闪过一旁 后来见他用迷香将你迷倒 由苏柳两淫妇抬往密室以内 那密室原是四间 各有暗门可通 十分坚固 传子只有四五个人知道机关 能够进出自愈 祖先原是我师父与羊花的住室 现在给与龙飞享用 我一闻听师父说过 哪迷香乃是龙飞恋来彩花用的 人闻了以后 两三个时辰 身体温柔如眠 不能动转 知道你必遭独守 我便偷偷去告诉今生罗汉法园 请他前来阻止 等到法园赶到柳中潜房中 解劝不到几句 便同龙飞口角起来 几乎动武 这时 后店忽然先后来了六七个鹅眉剑仙 同前店几位剑仙动起手来 无心再打家务 同往前店刑敌 谁想来人年纪衰兴 十分了得 当中有一个女子 尤其利害 才一交手 便将草上飞临成组斩为两段 铁掌先触恶小火神秦朗也受了重伤 后来今生罗汉法园与龙飞赶到 如得也从后殿出来 如得将红沙祭起 龙飞也将九子母阴魂剑放出 这两人法宝果然厉害 红沙放张出去 便是红尘漫漫 阴风惨惨 那九子母阴魂剑更是一派陆火 鬼气心心 谁想那女子早有防备 从手上放出一个东西 化成某许大的五色长云 将同来的人身体会着 所有法宝 驱都奈何他们不得 后来如得出主意 将红沙尽量放起 四面包围 将他们困住再说 我偷空流了出来救你 依我之见 这池云子内 尽是一群妖邪 今晚虽然得世 但是也不能把敌人怎样 放且来人尽是一些年轻小孩子 尚且如此大的本领 三先二老更不必说 我看今晚情世 来的这些人虽然被困 定有能人来疚 眼看大世危险万分 但不知你有何高明主见 石欲珠文言 尋思了一阵 说道 无论他们行为如何 我总是应了万妙先姑 许非良知请而来 就事有仇 也只有留为后报 不能在今晚去尋他们算帐 反为外人张目 我已无心在此留恋 打算再待一会 便回转先山 二日非良道及此事 也不能怪我有此无忠 至于你同志通 本有师生之而 想随多年 虽然他多行不易 看他这情急世姑之时 具然弃之而去 情理上太说不过去 你莫如孤尽人士 以听天命 往前电相机行事 真到无可挽回之时 再行退下也还不满 如果恐怕遭遇危险 我当在暗中助你脱险便了 这一道 我也并非是贪生怕死之人 见人家势危力薄之时 梅良心弃之而去 只恨我当初眼力不济 误入旁门 等到知道错误 以来不及 欲待中途退出 必有生命危险 唯有暂时隐忍 以待机会 去年有一个姓周的年轻举子 同来的还有十六个年轻举子 驱因五入密室 被我师父将他们一起杀死 指正者姓周的一个 因为羊花桃花两个淫妇求情 才遥他传尸 关在石室之内 我因见那人根气甚厚 本想切发够了他一同逃走 谁知到了第二天晚上 大雷大雨 我在天荒亮时去看 此人业已逃走 我当时急忙退出 也不敢升将 恐怕他逃走不远 又被禽回 过了不多几天 便来了一个年轻女子 把多臂红毛太断去一臂 一鸳鸯剑削 几乎把余得踢了个透心穿 我师父同余得那般厉害 居然被他大获全盛之后 松容逃走 这才勾起我未派旧幸 双方虽明定交手日期 驱都暗中准备 势不两立 我便知池云子早晚要化为灰尽 便想退身之计 子虎无门可人 成仙姑不弃 答应替我介绍到无当门下 现在已决定改邪归正 不过我受智通传受剑法 早晚必要逃报 今晚这个局面 决非像我这般能力薄弱之人所能凝敌 徒自牺牲 实无益处 我暂时不想到前面去 我自有一番打算 你日后自知我的心述 石玉珠文言 也各他言之有理 只因自己好奇心性 想到前面去看看来的这些青年男女 都是什么出奇人物 便同了一定下后会之奇 正要往前面走时 忽听震天的一个大霹靂 就从前面发出 震得屋雅乱飞 树枝战动 石玉珠便知事情不妙 一时孤不得再和了一说话 飞身往前电走去 原打算将身体藏在大殿屋脊上去观阵 谁知到了屋脊上面一看 空中地上 它都是静悄悄的 全无一些动静 那院中两行参天古拍 在月光底下 仍着寒风煞煞 响成一片途声 夜色清幽 全不像个杀人的战场 侧耳一听 大殿中人声嘈杂 好似争论什么 也看不见被如得红沙围住的青年男女在什么地方 正要探头往殿中看去 忽地一度清光 从殿中飞将出来 石玉珠何等机警敏捷 连忙运动自己剑光迎敌 才一接触 便将敌人飞剑斩为两折 如光如吻声一般罪下地来 石玉珠不知殿中是仇是有 刚要退转身去 忽听傲后一声断渴度 我未后背 忽得以势请强 反复无常 你们的不守信义 忽怪佬争手辣 话言未了 大殿外又飞出七八个人 将石玉珠团团围住 石玉珠定精一看 正是发源志通 如得 龙飞 苏联 柳燕良者一干人 说话的那一个和尚 生得面如满月 身材高大 正是那黄山紫金龙站居的晓月禅师 那龙飞本打算与晓月禅师最霸寒温之后 便往密室去尋石玉珠的快活 现在见他脱身出来 好生差异 那石玉珠见了仇人 本要翻脸 古梁自己人单世故 他们都是同恶相济 难免不吃眼前规 只得暂时忍忍 九美天狐柳燕良本是在殿中与龙飞谈话 忽见月光底下影出一个人影 疑是娥未派中人 还有余党在此 便想趁个冷不防 吸来人一个暗算 好遮盖刚才占败之修 他恋的缘是两口飞剑 头一口剑已被金蝉削为两段 这口剑又位在石玉珠手内 欲待不依 自己能力有限 不敢上前 唯有心中奋恨而矣 发愿正愁石玉珠被龙飞所困 又不听劝解 二人难免再与武当结下心愁 留下隐患 今见他安然逃出 好生痛快 便装作不知前情 抢先说道 原来是石道友 都是自己人 我们到殿中再说罢 石玉珠见晓月禅师之后 便徐同进了大殿 石玉珠留神往殿中一看 只见殿中情形狠是集乱 临城祖柳中潜业已被人腰斩 受轻重伤的有好几个 一干空增 正在忙着收脸私身 打掃血迹 才知道了一自然不假 色彩那一个晴天霹雳 一会功夫 来人便在那时退去 珍视神妙迅速 心中佩服已极 大家入座之后 石玉珠便问发愿 怎么今晚会伤了这许多人 发愿文言 长叹一声 便把色彩经过雪了一片 作者一支笔 难写两家话 我未派小弟兄们如何大闹慈云子 以及如何出险 这些言闹情节 只得在这类补罪 书位欲知其长 看我写来 闲话小说 书归正传 原来今晚我未派小兄弟们无形中暗字分成两组 各字为谋 头一组又分成两起 第一起是金蝉与少和尚 二人自从在辟邪村黄清官外的树林之中 按照预定计划商量亭妥之后 少和尚说了一声 慈云子再见 不等周轻云孙男二人答言 一手拉了金蝉 老袋一房 嫁起剑光 不笑片刻 便到了慈云子 久闻各位前辈 先言说 慈云子机关密报 误入紧要重地 就是精通剑术 也难免伸入罗网 因此不敢大意 到了事前 便先看出五行生黑 由中央冒几土降下剑光 落在店房屋脊之上 恰好者店便是发源众人集会之所 那发源因盼晓月禅师等的救兵不到 正在发愁 偏偏了一又来报告 说是七首野叉龙非和小灵猴柳中 潜师徒百花女苏联九美天湖柳燕良四人商量诡计 用迷香将女坤伦石玉珠困在密室石洞之中 宫其淫落 发源文信大经 知道这件事非同小可 不但对不起人 并且还要因此与武当派结下深仇 哪还了得 文报之后 急忙往龙非师徒房中劝解 请他二人急速收手 不要胡为 他走了不多一会 金蟬少和尚二人双双来到 少和尚见大殿之上 坐立着高高矮矮矮胖伴瘦瘦瘦的三生五恶的剑客二人 连同纸内空增不下数十个 将着艺高人胆大 打算在人前显耀 便祝负金蟬道 师弟 你且伏在者黏手旁边 又要乱动 代我下去倒一个小乱 如果我将敌人引出 你便将你的鸳鸯匹匹剑放张出去 杀一个落花流水 他原是怕金蟬涉险 才这样说的 金蟬到底年轻 信以为真 自然依然埋伏 少和尚嫁起模型剑 轻轻走到大殿之中 忽地现出身形 少嘻嘻他说道 朱伟坛越辛苦 化缘的来料 燕霸 合掌当空 闭目不动 这时铁掌先触恶匹匹匹员草上飞临成组 小火神秦朗 披发孙伟敌仁仪 三眼红退涉网 通被神圆鹿青 病为魔朱雄 明珠禅师 铁中道人 本子方丈志通 以及他门下四大金刚等 他都在场 那发源腰来的武当 苍朗语是徐心一有根禅师颠道人 朱葛英等四位剑仙 因那日醉道人 前来定约 知道为期尚早 又见六袍老祖那般空邪 始终众人多有淫恶行为 意趣不投 愿想回山不管 只因当初与发源交情甚厚 以答应了人家帮忙 说不出不算二字 住了两日 内不惯止中烦敲 托故他去 说是十五头一天一定赶到 发源苦留不住 敬自作别走去 如得是在晚饭时 喝酒有了几分走意 勾动了走字底下的那个字 他和网头陀罪说得来 便拉了他往后面密失踪 一人选了一个美女 互相比赛战术战略去了 除了以上六人不在外 慈云指全体人众正谈得狠起径时 忽然电宗现出了一个小和尚 也不知从哪里进来的 众人见笑和尚纯雄似伯 而心是子中徒弟 还不在意 那至通早已认清来人 不是本子人 起初因未看清来人 如何进殿 年纪又小 还未想到是俄眉派中人 而心是到本子来 挂丹的和尚徒弟 无意中流进大殿 见他那样不守规矩 神态滑稽 又好戏 又好笑 以自己的身份 犯不着和他勾气 便向四金刚道 前面这群东西 越来越糊涂了 难道不知我和众伟先祥在此而是 怎么会让这挂丹 托雷的小和尚善入大殿 还不与我拉了出去 四金刚文言 那敢态慢 头一个无敌金刚赛达摩惠能 迈步上前 心想这样一个 与臭味干的小和尚 还经得起动手 打算用手找起 再走到殿外 将他拉出庙外 他这一种想头不要紧 差点没把自己的命就此送掉 少和尚听智通雪原话 偷偷用目四外一看 见有一个身材高大 凶神恶杀般的凶争朝自己走来 因不知来人本领如何 便想了一条妙计对付 那智通江雪原话 忽然想起 自从去年周云重逃走 无态如得受伤 就不准别秒增人前来挂单 放且从前殿到大殿 隔了好几层殿雨 有不少的暗藏机关 到处又有人把守 这个小和尚如何能够流了进来 而且态度安长 神态又非常可笑 好似全心前来捣乱此的 情之有意 正要指住为能 哪为能已将少和尚找在手中 要往殿外走去 正好笑自己多疑 忽听一声大叫道 疼死我也 再看为能 业已栽到在地 那小和尚忽然合掌当空 口念摩弥陀佛 原来为能找起少和尚 正要往殿外走去 忽觉手臂上猛地一凉 其痛异常 扩搭一声 一条找人的手臂 业已同自己分家 断了下来 接着小肚腹间中了一拳 腹痛几极 不由狂叫一声 倒在地上 血流如注 众人见为能手臂被人斩去 并未看出来人用的什么兵人 好生奇怪 自通等见者小和尚竟敢伤人 心中大怒 十几度剑光同时飞出 那小和尚见了这般警方 哈哈大笑 便往殿外一众 众人急忙收了剑光 追将出来 只见月明星熙 清光宇宙 再找小和尚时 业已终即不见 大家抬头往四处观看 忽见殿赤上站定一人 高声说道 你们这群空争业障 快来让小爷发个历史吧 月光下看 清来人又是一个小孩子 这样寒天 赤着双足 穿了一双多尔麻鞋 一身白色瘦边的对襟露空短衣服 颈项上带着一个金圈 疏着两个冲天计 手中拿着一对宝剑 生得白乱清秀 活此观音座前线才同子 智通女听发言说过 他的掌赏打扮 忙到 朱伟优德汉卿 这个羽臭还童 他便是齐秀明的儿子 千万不可放他逃走 话言未了 只见小孩将剑往下一指 便有两道红紫色的剑光 从剑尖上发出 智通之道是他母亲 妙一夫人殉难因用的鸳鸯 霹的剑 别人难以抵抵 忘哭大家留神以来不及 剑光到处 草上飞临成祖已分为两段 小火神巡浪不及躲闪 掃着一点剑芒 左臂连衣带玉削去一片 痛得哗哗怪叫 这时众人驱已将剑光放出盈敌 智通急忙换人去请发言如得 一面咬牙盈敌 那金蟬斗手精神 一手舞起剑光 护着全身 一手运用剑光盈敌 毕竟妙一夫人练的宝剑与众不同 任人多世众 也讨不了一丝便宜 那雄子两道光话 母起来好似两条蛟龙 腰脚飞舞 根行差一点的剑光 碰着霹的剑 便此色赴见了恶婆婆 面无人色 金蟬戰了一会 虽然杀死一个 仍不满意 偏偏笑和想把人引出 就不曾出现 古良他隐身在旁 一面仍敌 一面口中患到 敌人太多 少师轻快帮忙罢 连换素声 不见答应 猛想起自己人单世姑 有些着方 小灵侯柳中潜 为人罪是奸搞 他正从那房中出来 见金蟬劍光利害 自喘不是敌手 但欺金蟬年轻 又是孤身一人 别无帮手 想找便宜 要到殿屋脊后 打算趁金蟬一个冷不防 吸他一剑 那金蟬在屋脊上和众人对敌 全神贯注在前面 那想到后面有人暗算 柳中潜见金蟬毫无准备 心中大起 便将他师父七手野叉龙飞 全给他的丧门劍一摇 一到六尘尘的劍光 直往金蟬头上飞去 以为敌人万不能幸免 谁知一到清光从天而下 与柳中潜的劍碰过正着 将柳中潜的劍光斩为两折 接着一声呼戚到 拆指境来暗战伤人 眼周轻云来也 说罢便有一双青年男女飞在殿上面 运动清白劍光 朝着柳中潜飞来 柳中潜见势不妙 正要切身走时 以来不及 劍光过处 将柳中潜分为两段 金蟬见来者 这二人正视白合孙男与周轻云 心中大喜 月发奋起神威 将红子两道霹的劍光飞动 同孙周两人的劍光联成一气 如闪电飞鸿般 把池云指一干劍客逼得气喘去去 抵敌不住 不一会功夫 铁掌先触恶一个疏神 被轻云的劍光往下一压 将他的劍光圈住 宿岳变之不妙 不好两个字未曾出口 被孙男看出便宜 运动飞剑 从斜刺旅飞进 宿岳急忙躲闪 往旁跳开 似通见宿岳处境危险 忙收回空中飞剑 抵住孙男的劍时 宿岳以被孙男的劍连肩大臂 削去一大片 大叫一声 倒在地上 同时他的劍也被轻云削为两段 周轻云孙男金蟬三位小合 见责人挫败 正在得意洋洋 忽听一声怪叫道 大胆娥微小业总 感到此地猖狂 话道人道 一个相貌凶恶的道人 从殿旁月亮门跑章出来 手起处 一度绿阴阴的剑光 连同八道灰白色的剑光 鬼气心心地飞上屋脊 孙男与轻云的剑光 才与来人接触 变角暗淡无光 知道事情不妙 且在金钱霹零剑不怕邪乌 还能抵挡一意 急忙上前支援 来人正是七首夜叉龙飞 因为与柳燕娘斗戏 将石肉珠用迷香困入密室 自己原也知把事情做错 但他天生淫恶 性情刚逼 又经两个女淫魔间弄 哪里想到二日因此租下杀身之禍 正计意痛饮一番 再去彩宝石肉珠的精元 谁知了一走漏了消息 发源跑去劝解 龙飞世成骑虎 如何肯听 两下几乎争斗起来 正在口角之间 忽听前面僧人报信 我未派前来尋印 大众底敌不住 请他门前去策认 故不得再同失粗锅 龙飞抢先出来 不及和同党说话 便将狗子母阴魂剑放张出去 妖述邪法 倒也厉害 众人见我未失势 同时又觉要母扬威 把剑光飞起 一起到屋脊上面 以防来人趁空逃走 这时龙飞已看见爱途柳中潜惨死 愚家咬牙痛恨 非将今晚来的三人禽足 凌池碎寡 以报此仇不可 同时发源从后赶来 也把剑光祭起 轻云孙南金蟬三人见世不佳 欲待途走 四面驱被敌人 剑光围住 又加上发源的剑 非同小可 龙飞的剑 只有金蟬一人能够抵敌 发源的剑 合轻云孙南二人之力 尚且不是对手 何况智通等区 不是平常之辈 眼看敌人细胜 自己的剑光被人家 迫得走投无路 光芒顿减 三人驱都气喘吁吁 看留不止 今时默恨笑和想不救朋友 也不知跑向何方去了 正在危急之间 忽听一声哈哈大笑道 禅帝幽要惊慌 我同齐狮子等三位在此多时了 然罢 便有两度金光 同一青一白两度剑光 从南面飞下 同时 少和想 齐灵魂 朱文 吴文奇 驱各现出身来 当时我未派有 復星威大震 原来少和想的无形剑上 未登峰操极 只能借剑隐身 不能似苦行投陀 可以伸剑同忍 他将敌人忍出后 因听金蟬雪霹的剑天下无敌 他想看此剑妙用 忍身不动 及至后来金蟬患他 本要出来 又见兴魂孙南二人赶到 正在得世之时 他同苦行投陀是一个脾气 不愿再感上添花 所以仍是不动 猛回头看见齐灵魂等三位女合飞来 他便上前说之经过 齐灵魂这时也看清金蟬等三人在宇 那一群二派中人恶斗 心中又是爱又是气 爱的是金蟬小小年纪 竟有这样胆力 深入苦悦龙潭 松茸应的 毫无一声巨息 气的是他一思也不听话 门着自己 任性移行 依了少和尚 本要叫灵魂加入 即时上前动手 灵魂因见金蟬初出毒而不怕苦 如果由他任性 将来说不定闯出什么过来 又见齐魂子这一干人 并无什么出其本领 索性让金蟬着一点急 好警戒他下次 便指住大众 忍身屋脊后面 不到他们危急时 不要出去 这一来不要紧 差点没也出乱子 起初金蟬三人尚能得手 不到一会功夫 龙飞出来 施展狗子母阴魂剑 灵魂酸男二人先不是来人敌手 剑光退了下来 金蟬霹的剑虽然厉害 到底相权难敌四手 少和尚见世不佳 不等灵魂吩咐 便将手一指 飞出去一度金光 正考发源头顶红尸飞剑 与金光迎个正着 同时灵魂等三人一声叫喊 各人将自己剑光放张出去 金蟬见救兵来到 心中大喜 便同孙男轻云 三人一面迎敌 一面与灵魂等臭在一起 齐氏子弟的剑不怕污蔚 便抵住了龙飞的狗子母阴魂剑 少和尚见发源的剑是五度红尸 便将自己练成的五度剑光 同时发出 金红两样颜色 十度剑光 搞作一团 朱梅 吴文奇 孙南 周兴云四人 便去迎战 其余人等 发源见今晚所来 这些俄眉派连几区都不大 各有一身经人本领 更不知他们后面 还有多少人未来 虽然知道来人难占自己便宜 却也心惊 这时 如得与网头陀正在密室之中 一人扭了羊花 一人扭了一个歌女 自在快乐 忽然接连两三次紧急报告 说是前面来了好 赛娥眉派 他都是年轻小孩子 本领非常厉害 请他们前去 他二人正在得趣之时 起初以为 不过又是赛娥眉派小辈 到始终探听动静 前面有那许多人 还怕来人跑上天去 满不放在心上 后来接连几次警报 说是指中一年死伤了好几个 七首夜叉与今生罗汉全都上去 竟然不能取胜 才有些着方 当下便喊网头陀一同前往迎敌 那网头陀欺与他一样心思 正扭着一个年轻美貌歌女 赤身露体在床上干那快活勾当 紧要关头 如何舍得雕开 故意穿衣着物 假装忙乱 如得正吹他快穿时 前面又来急报 如得知世不妙 故不得等网头陀 敬致先行 网头陀见如得先走 正合心意 也不及再脱衣物 我虎扑阳般 仲又奔到床前 聊起长衣 何向那女子身上 说道 乖乖快来吧 管什么我未派 我先死在你肚皮上吧 言罢 仲又仲落起来 他这一句话 不一会自然会应验 这且不言 那如得云雨之后 恩是再紧急 也不顾得受了寒 抛了羊花 直往前面走去 才到天井 便见上面五颜六色素十度剑光 如蛟龙气海一般 满空飞舞 其中有两度金光 同两度红紫剑光 尤为出色 他将身一种 便到殿角 手起处 将圈移飞起 化成一道华光 将敌人的剑光 圈在中间 龙飞见齐氏子弟的剑光 被如得圈住 心中大起 将手一指九指 母阴云剑 正想朝齐氏子弟 头上飞去 忽听卡扎一声 如得的如意圈 竟被金蟬的剑光震碎 化作流光四散 如得心中大怒 高渴一声 朱伟道有后退 待眼如某来琴 这一干业障 持魂子方面 一干人等文听此言 知道如得要放红沙 徐发元和龙飞两人 驱使练就旁门剑法 不怕邪乌 还是紧紧与敌人判命争持爱 如人口中一声呼哨 各将自己剑光收转 如得将身仲在空中 一把红沙杀将下来 顿时天分地暗 声月无光 一片黄霧红云 夹着隆隆雷震之声 漫天着地 潮着灵云等七人 当头罩将下来 笑和想抬头一看 叫声 不好 愿想拉着金蟬 借无形剑光逃走 谁知双隔有数像远近 以来不及 也就顾不得金蟬 把脑袋一访 无影无踪 齐灵云色彩 如得上来时打扮异样 早已留心 又听得他哭众人后退 便知敌人要施展妖术邪法 暗中早作准备 他见如得红沙来得利害 急忙伸手到怀中 摸出玉清大师所赠的乌云神交网 这时红沙离众人头顶 不到三尺 急忙中随手将乌云神交网 往空中一炮 立时一团乌云起向空中 有某许方圆 护着红人头顶 将红沙托住 不得下来 哪发源 龙非也怕自己 剑光为红沙所伤 情之灵云等必定死于红沙之下 各将剑光收传 观看动静 灵云见红沙出手 以知来人便是如得 怕中了红沙污蔚 也知会各人将剑光收传 由哪污云神交网 会着大家全身 灵云见神网灵异 知不妨是 在减点同来人数时 只不见了笑和想一个 是在危急 也无法兼顾 只得且自由他